女生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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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 現在浴缸然後再進去床拍 色情產業跟情色產業 其實就在隔壁 它是非常close接近的 我當初一直覺得這樣自己這樣做好像是錯的 但是我又無法克制住自己 很喜歡做這件事情的 它對我來說已經變成一種興趣 而不是錯的事情 哈囉 你好 我叫吳萌萌 今年31歲 從事AV女演員已經六年的時間 我爸媽在我不到一歲的時候就已經離婚了 從出生到國小畢業我都住在保姆家 國中的時候我爸爸做生意不太順利 移到爺爺奶奶家 開始有了上網跟網友聊天的興趣 在跟網友聊天的過程中 他們會希望我提供照片給他們 PO了一般的時裝照片到他們希望我可以裸露到內衣 到全部裸露我的身體 這可能是這種想要被愛 想要被認同的感覺 從你日常生活中得不到的 在網路上可以給我 之前有一個網友會跟我說 謝謝你提供了這些照片 你讓我的人生獲得了滿足 不管是人生還是信譽 那對我來說 就好像有一個使命感 讓我覺得好像我必須要一直去做這件事情 我應該可以繼續去做這件事情 獲得更多的成就感 會有更多人因為這個而愛我 zuf聯晚上的片子 我應該比較好 又會喜歡 抱 siitä孩子 做了下一心 跟他接洽的時候 其實是抱著就是想要挑戰看看的心態 就是說看看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那時候最初的想法是這樣 他們都知道 一開始他們還會怕說 如果主動找我聊這件事情 我會不會很尷尬或者生氣 因為無論是影片裡面有沒有碼 我自己猜是說如果人家有心想要找到的話 那當你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你就一定會被發現 就是我今天在網路上面留一個 假設我的一個裸照 只要人家想要找到 他就是會找到我 所以當我要放東西在網路上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個決心了 我爸爸的話我們到目前為止 也不會深談說我拍攝的細節 但他知道我在拍攝 他也知道我從中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 和養活自己也養活家裡 因為我目前為止也都還是有給家裡錢 現在這樣已經算是非常支持了 可能是目前從業人員裡面 最支持女優的一對父母了 因為我還有跟其他女優交談 他們可能也是爸媽知道但不會聊 我目前聽到其他女優家庭革命的 其實也不算少數 我們講的叫快錢 很快的錢 琴瑟表演的工作 尤其是有關於性的過程 就是開始被販賣或是被網路這樣不斷的傳播的時候 對少女來講是一個壓力 所以對未來這個少女如果她想要脫離這樣產業的時候 是非常不容易的 色情產業跟琴瑟產業其實就在隔壁 它是非常close接近的 那這些其實都有黑道的背景 那我們看到的是有很多的少女 可能就在這樣的控制之下 她可能就變成藥物濫用 甚至毒品 現在很自由 的確收入可能蠻多 但是可能這個不一定是他們真的想要的 很多年輕剛成年的小朋友不會想太多 比較沒有在保障他們權益的情況下 去做這樣的事情我就覺得非常不OK 如果有人想要這樣子的東西 那勢必就是有人提供服務 她越來越走到螢光幕前不一定是件壞事 因為或許有一些人 她原本就需要這樣子的工作機會跟方式 我以前有一個交往多年的男朋友 在我還沒有進入直播的時候 也有想過要結婚 那個時候對方家長給我的反應是 我覺得你這個家庭不太好 父母離異 他們覺得我這樣子的家庭背景 工作都不是一個 可以配得上他們家的人 尤其在我這六年去拍了露點的AV之後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有點天方夜談 我把自己養好 我把自己養好 把我的貓狗養好 把我的家庭顧好 那可能對我來說 我的人生就並沒有婚姻這個選項 不要被一天10萬 20萬的薪資給吸引了 它不只是一個日收10萬的工作 它是你一輩子會遇到的問題 你一天賺10萬 但這個東西會跟著你未來20年 30年到你死去為止 Sketch, 杜料餅,思古 佳 我要不要回家 牛排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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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